周三美股交易日早盤月份走洋 但因为美国联准会的鹰派讯息吓坏美股 美国联准会公布最新利率会议结果 基准利率维持在0-0.25的期间不变 这次虽然没有宣布升息 但主席鲍尔暗示将会在3月升息 而且不排除之后每次会议都会升息 只是3月才要升息来抑制40年来的最高通膨 专家认为联准会动作实在太慢了 其实日本现在也面临通膨压力 物价涨不停 连国民临时玉米棒也涨价了 从1979年上市以来 每根只卖10日元的玉米棒现在涨到12日元 就是因为扛不住原料成本涨价压力 只是业者也表示 玉米棒40多年来第一次涨价 恐怕也会带动其他平民临时跟着一起涨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